大家好,这期视频是临写蓝婷旭的最后一期,虽然临了很多遍,但还是不满意。 有的网友也说了,临得不如他好,我将继续努力。 现在说一说,蓝婷旭的真迹到底哪去了? 大家知道,我国历史上曾经有四大顶级国宝,但遗憾的是,这四件国宝都下落不明了。 第一件就是蓝婷旭,王羲之的这幅作品被称之为天下第一星书,他本人也非常喜欢这幅作品, 并且把这幅作品称之为神来之笔,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写成的,所以无法复制。 写成之后,这幅作品也被老王家当作自己家的川家之宝。 当传到第七代孙智永和尚的时候,他把蓝婷旭带到了云门寺保存。 当时的皇帝李世民通过大臣萧义将蓝婷旭骗到了皇宫,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里。 有传说,唐采东将这幅蓝婷旭带到了陵墓当中,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,在唐朝末年温韬盗墓的时候,蓝婷旭有可能早已被丢在地上,被搬东西的盗墓使兵给踩烂了。 那么是不是在武则天或李治的陵墓当中呢,那就不得而知了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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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év OK